字幕製作人 李宗盛彦 然後你知道那個屁股 它一公克的糞便有幾隻嗎 你知道稍微摸到那個尿布這樣 began一下 手上就幾千隻 幾千隻幾萬隻了嘛 它兩隻就可以治病了 所以你知道原本的 倫狀病毒那傳染力是 非常非常強的 在沒有疫苗的這個時代裡 兩歲之前的孩子幾乎都得過了 只是輕重不同而已 幾乎都得過了 因為你只在擋不住 那疫苗 現在這個疫苗是活的啦 所以它當然沒有像 原本的那些輪胀病毒那麼強 但它說實在它也蠻厲害的 所以其實你大概不用吃到全部 你效果就會出來了 更何況你不是只吃一劑 你可能吃兩劑 可能吃三劑 所以你的效果是不斷的累積起來 所以不用因為這一次吐 然後你就覺得沒有吃到啊 反正有沾到一些OK啦 萬一你這一次抗體真的不夠 你下一次就補起來 那這個份量真的要少一點 我覺得這樣太貴了 以後我們現場媽媽們 我們大家丟團啦 我們現在去找黃醫師啊 然後大家那個輪胀病毒的時候 大家買個氣就好 小孩子沾一口沾一口 剛好2500 share 要一個250 對啊 出自家也可以 可是這個如果 我贊成 我贊成 不是 如果這個真的那麼重要 為什麼不公費 其實我們一直 像美國就都公費嘛 我們也一直想推 但是國家沒有錢 像肺炎類囚菌 之前本來今年要公費嘛 後來也跳票了 肺炎類囚菌很貴啊 我們還是靠我們剛剛說的那個方法 我覺得是一人第一口 好啦 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說 如果當你的小朋友啊 真的出現那個 腸胃道不舒服的時候 我會建議任何的不舒服都要立即的趕快處理 因為我們在臨床間發現到說 你越拖 它其實出現的 後續的變化越大 尤其是像這種有病毒性的 它變化就很大 所以如果當它已經有一點點不舒服的時候 你可以在家準備綠豆 就是綠豆一碗 對 然後呢 準備水三大碗 然後加綠豆先浸泡一下 一樣不要煮太久 因為我們綠豆它有效的清熱解毒的成分 是在於它的皮 對 那如果出現那種散吐下泄的狀況的時候 你可以將綠豆就是大概是浸泡15分鐘 然後用小火煮15到20分鐘之後呢 一樣就是給它喝那個綠豆水 那你看綠豆它有什麼樣的功效呢 它的腥味是肝寒的 所有的病毒 我們都叫做濕熱型的 這樣腸胃道 出現這種散吐下泄 所以我們要清熱力濕 只要你的腸胃道沒有那些濕熱的話 其實就不會出現這樣不舒服的症狀 而且會不利於病毒的繼續生長 所以不要小看綠豆這個 一個小小的豆 它其實本身還是可以 製這種散吐下泄的一個功效 而且綠豆會用的人 還分開不同的用途 對不對 你像這個 你是有煮過對不對 對 那以前有人就叫我們說 你要降火氣 然後有些豆豆要消掉 或什麼之類的 你就是那個綠豆 用沸騰的水去沖就好了 是不是它不要煮 一般就是說綠豆粉 綠豆粉它敷的話 就是針對像那種豆豆 它的改善效果也是不錯 降火氣咧 降火氣的話一樣就是你可以 煮的 對 煮的 那有人怎麼教過我說 那不能煮太熟 因為我說它起涼再劈 你如果已經走到很爛了 對 它的功效 那個涼性的功效就沒有了 所以其實不用過煮的 不要久煮 是 好 來 橘子媽咪 我想要請問一下就是 肺炎裂球菌 真的要從兩個月就開始打嗎 因為就我所知道的 之前是 就是好像兩歲以上 才要打肺炎裂球菌 而且 一季好像 好像是什麼 二十三架 然後一季只要一千多塊 然後可是 肺炎裂球菌 而且是兩歲以後才要打 然後只要打一季而已 然後好像是後來才變成是 兩個月就要開始打 然後 一季要三千多塊 然後又要打四季這樣 哇 真的 一萬多耶 所以就是不是真的 而且只是變成什麼十三架 就是如果是兩歲以上 好像是打什麼二十三架 什麼叫二十三下 二十三架 它每一個有什麼七架 十三架 那是什麼意思 就是 有專家 有專家 好不好 這怎麼會有架這個 有啊 價 費 價 價錢的價 那個價是 價錢的價 對 那價錢 什麼意思啊 就是我們肺炎裂球菌 有九十幾型 那其中我們挑最重要的二十三型 做成一個疫苗 我們就做二十三架的肺炎裂球菌疫苗 如果拿十三 最重要的十三型 或最重要的十型 那我們做出來就是十三架或十架 哇 那你這樣講有九十幾型喔 對 那我們打過 你想要九十幾架嗎 不是 那我們打過肺炎裂球菌的人 還不見得能夠保證以後 不會有肺炎喔 對 不會是百分之百 但是你最重要的那幾型 大概就佔了七成八成以上 那但是要注意是 二十三架的肺炎裂球菌 是舊的疫苗 它的做 它的製程方式 對於小朋友 兩歲以下 是沒有免疫力的 就打進去 它不會產生抵抗力 這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 它打了以後 比如說兩歲以上 它打了以後 局部反應也比較強 所以就 紅腫啊 有的時候會搞的 就是大家以為它發炎化膿 結果其實根本不是 所以它對小孩子的 這個反應太強 所以會讓這個小朋友很不舒服 第三個是 它效果 它反應強 可是效果又不強 就是它對小朋友的 這個局部的 這個 喉部的肺炎裂球菌 又清不掉 它只能說 稍微有 讓你有一點 抵抗力 有一點抗體 所以現在在兒童這部分 我們已經把二十三架 就踢掉了 然後就說 你就是打新的 新的這種 不管七十 十三 這一種 就是結合型的 新型的肺炎裂球菌 是比較適合兒童的 是從幾個月開始打 它從兩個月開始 兩個月開始 對 又打到四劑 如果你從兩個月開始打 你就打四劑這樣子 對 一萬多 對對對 住院的話 少說 又來了 又來了 便宜 沒有啦 其實跟買保險一樣 你當然不希望自己 還是最好是用不到 那你也可以一直 那為什麼從兩個月 兩個月四個月就開始打 是因為 大部分國家的這個 肺炎裂球菌 輕奇性肺炎裂球菌 的這個感染 集體發生率都是在 兩歲之前比較多啦 你可以看到 這是美國 發生數大概兩歲跟老人家 這是為什麼當初疫苗設計 都是設計在這一塊 那也是為什麼當初 為什麼二十三架沒有用 因為你都已經過了 這個高峰你才打了 那前面都沒有保護住了 但是這位媽媽很厲害 她真的有在追蹤時事 因為台灣很奇怪 不知道為什麼 兩歲以下的小孩 肺炎沒有像美國這麼多 反而是一兩歲以後 就是一歲以後到兩歲之間 才開始穿高 所以有些媽媽就會存僥倖的心態 想說那好啊 一歲以後再來看看 省兩劑 省兩劑就六千塊 對啊 是不是這樣子也OK 我不敢跟各位講 因為那個跟我們整個 統計的這個方式 有不一樣 而且我們台灣抗生素濫用很嚴重 所以有可能你的小孩 其實兩歲之前有得 只是你不曉得 因為吃了抗生素 就自己不小心好了 但是也許以後 抗藥性會越來越強 那那個時候 抗生素開始漸漸 大家比較謹慎的用 比較沒在用的時候 也許兩歲以下的波峰會出來 這個沒辦法解釋 我只跟各位講說 大家應該說很多父母 哪敢跟孩子的健康做賭注呢 真是不敢 但是要說服我們 花這麼多的錢 你去打這個肺炎鏈球菌喔 各位媽媽有聽過那個沒有打 然後真的有健康狀況 是比較有危險的嗎 有這種案例嗎 小巫媽媽 有是不是 就是我有一個朋友啊 他的小朋友就是被診斷出來 是腦瘤的小朋友 那就是他想說為了預防嘛 他就去診所 診所的醫生是就跟他講說 建議你打追 追打一劑 說因為你是高危險群嘛 可是他的主治 醫師就說不建議打 然後我朋友就很納悶說 那到底是要聽誰的 然後還要請問醫生說 那是不是 有什麼重症的小朋友 有不適合打的嗎 既然已經是臥床 或者是你是先天性有一些疾病在 那你的抵抗力就比較弱 那你得到肺炎鏈鹹菌 可能感染的嚴重度也會增加 所以像我們國家 如果是先天性心臟病的孩子啊 是可以補助的 他就會幫你 就是幫你施打 就是重大傷病的 就可以直接打 然後這就是同樣的思考邏輯 所以基本上沒有什麼禁忌 因為這是死的疫苗嘛 打了如果最多是 你如果是抵抗力真的太差太差太差 那最多打了沒效 也不會對你有什麼不好的 沒有副作用就對了 好 來 維妮媽 可是我剛剛又想到一個疫苗 就是那個 一歲要打 因為我自己覺得不知道 就聽你跟他講說 你打了還是會得 那既然還是會得 那就不要打啊 是不是 打了還是會得啊 因為我自己小時候就是這樣子啊 其實我是有打 我是有打 可是我就記得我幼稚園 要一年級的時候啊 那時候就長滿整身都是 那為什麼打了還是會得啊 那就不要打啊 水痘不是說 得過以後就不會再得了嗎 對啊 是嗎 對啊 那如果說打了還是會得 那就 那我們就不要打 得了以後也就不會得 這是繞口令嗎 是嗎 很多人都有這個迷思 但是維妮媽講對了一點 就是打了水痘疫苗以後 你還是可能會得 但是你得的水痘會很輕微 多輕微 20顆豬豬以內 真的嗎 還算得出來 真的還去算過啊 人家來看整 我講的嘛 對不起 黃醫師先算一下 從頭到尾算一下 做個紀錄 不是我算的啦 是有文獻是說 大概20顆以內 不全身啊 數不清啦 樹應該 對啊 你看百計就對了 從臉到腳 全身 對 那各位也是說 好啦 就算長全身好了 我男子和大丈夫 我不怕留疤 對不對 有疤就有疤 顯示有更深 那我就跟各位講 有人會這樣想嗎 黃醫師啦 黃醫師 黃醫師現在 趁身割掉都拔了 對 裡面都是拔 哈哈 我只跟大家講說 表示大家看的水痘 病歷不夠多 你可以看到水痘的併發症 每50個人得水痘 就會有一個有併發症 當然最常見的是 抓破皮有細菌感染 這是佔多數 對 那你本來 這個水痘本身還好 結果你把細菌抓進去了 就化膿啊什麼 甚至會比較嚴重的 會這個 壞死性 筋膜炎 要開刀要切肉的 所以這種事情以前都常 偶爾就會發生 在醫院 以前你只要戴的夠久 你一年一定會看過一兩個 所以你就知道 只是各位沒有看過而已 再來 神經病變 水痘不是乖乖的 呆在皮膚裡 它會跑到腦袋裡 跑到這個 小腦或者是腦袋裡面 它的 如果你真的不信水痘病毒 跑到腦袋裡 你致死率是 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二十五 當然不是發生在我們每一個人身上 我們大家就覺得沒什麼 但是如果發生在自己孩子身上 你就 你就餓完 對不對 還有什麼 水痘型肺炎 這個大人比較多 小孩比較少 出血性水痘倒霉死了 你長出來的水痘裡面 本來只是清澈的水 結果裡面都是雪 真的啊 我本來有一張圖片呢 後來想說這個普及的這個節目 我就不放出來 大家看了倒胃口 每一顆豆子都出血 你就看起來那個 全身上的水痘都是血啊 然後你就覺得 早知道我就打疫苗 這麼倒楣 就是我的小孩變這樣 你就會很幸運 很不好 不喜歡 所以說 這些 併發症 不會常常發生 但是 真正發生在 因為為了避免這些事情發生 再度的 不斷的每年都會有那麼多的孩子 因為這樣住家務病房 住到醫院裡 我們打水痘 對他來講 會得啊 就長個二十顆 我也不會變腦炎 我也偏偏出血性水痘 那就算了 這樣過了就好了 所以還是打吧 對啊 還是打吧 對這樣聽起來的話 不過真的出水痘 所以感覺很不舒服 對不對 那個時候該怎麼樣來處理呢 李 孩子半夜抓屁股 原來是嬌蟲惹的 小朋友他現在上小一 然後小一 他現在有一些健康的檢查 然後我就看那個衛教單說 因為早上嬌蟲 會特別跑出來 為什麼小朋友半夜抓屁 嬌蟲是半夜抓屁股 因為那個女的老頭會半夜出來 在他屁股周圍殘落 這個藥叫做烏眉 烏眉它可以就是 比如說的身經直肯 它可以幹嘛新酒 對還可以殺 對還要強化 有點會 還有 心口